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cribeIt的学习课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ScribeIt的内置服务介绍。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包括这几部分,Login模块,Status Collections模块,SendingEmail模块,以及最后的总结。 首先看一下Login。 基本使用方法,最简单的使用方法,首先引入Login模块,然后调用Login模块的Volning方法,可以直接在屏幕上输入这段文字。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可以看到,执行这两行之后输出了下面的这个Volning,冒号Root,冒号ZC的Test。 第一个冒号之前的Volning是这个日志的级别,第二个是这个日志的根。 最后一部分,是这个日志的主体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通用的方法,直接调用Login的Log方法,加上它的第一个参数为日志的级别,第二个参数为日志的内容。 第三种方法,可以通过Logger去记录日志。 如果你想对于本文件使用一个特殊化的一个日志名称,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Logger等于Login的GetLogger,刚刚Name,然后使用产生的这个Logger去记录日志信息。 然后看一下,这个Login模块在ScribeBit中是怎么样使用的。 首先看这一部分代码,第一行引入ScribeBall。 下面是一个class,这个class继承了ScribeBit的Spider。 然后是这个Spider的两个属性,Name和State的UIL。 接着是它的prose方法。 prose方法中的第一行,记录了这个Response相关的UIL。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写法是self.log.nfo, proseFunctionCodeOn,S,Response.UIL。 因为scribe.Spider这个类,它本身已经包含了Logger。 再者,因为MySpider继承了这个ScribeBit的Spider, 所以它就包含了这个内置的Logger。 调用的时候也就会使用self.log.nfo,加上你的日子信息。 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你可以去特殊化你的Logger的名字。 比如这里,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的日子,去取一个名字。 比如这里的MyCustomerLogger。 然后,再在你的这个MySpider中,去特殊化你的日子信息。 此时,在这个prose函数中, 调用的方法就是Logger.nfo, 而不是self.log.nfo,只是这个地方的这个Logger, 也就是你在这个程序开头的时候,所定义的这个Logger。 当然,为了更方便的使用日子, 我们可以在settings.py文件中, 去设置一些相关的参数。 Scribe会自动的帮你去记录日子信息。 这样对于我们程序的调试和信息的记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和Logger相关的一些配置变量, 包括Logger.nfo,也就是日子的名称。 Logger.nfo是否启用日子。 第三个Logger.ncoding,也就是说你日子所使用的编码。 在ScribePay 1.0中, 如果你是在Windows上面使用, 可能在记录日子的过程中会产生错误。 如果在记录日子的过程中产生错误, 你可以把Logger.ncoding这个参数设置为9。 第四个,Logger.nfo,日子的级别。 假如说你这个日子是Error, 那么当你的程序过程中如果产生了Volning级别的, 或者是按FO级别的信息, 它就不会记录到日子当中。 下一个Log.format,日子的格式。 再下一个Log.data.format, Log.日期的格式。 最后一个Log.standout,如果它设置为处的话, 它会把Printed的信息也输出到这个Log当中。 看下一个模块,Status Collections。 这个模块,它的作用是去搜集你在爬取数据的过程中相关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爬了多少条信息,爬了多少条网页,产生了多少数据。 首先看它的基本操作。 Status Collections。 要想访问你Scrapy的状态信息,你可以通过Status这个属性。 下面有一个设例,这里有一个类,这个类的名字可以自己定义。 然后它有一个初始化函数,在这个函数中传递了一个词,叫Status。 下面是一个类方法,Class method。 从这个类方法去产生这个类的一个实力。 通过这个类方法,把Crawler这个对象传递给了这个类实力。 当传递给它之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Status对Scrapy中的状态变量进行设置。 比如说我这里要记录一下域名,比如说我爬取的这个网址的它的域名,或者说是主GIP,就可以使用这个socket.gethost name。 同时对这个状态变量的操作,还包括去增加它的值。 比如说我刚爬完第一个网页,又爬了一个网页,此次它就会增加你爬取页面的数量,就会CeadersIncValue,PageCrawl,也就会把这个PageCrawl的这个变量的值加1,使用它放入IncValue。 除了去增加某个变量的值,还可以去获取某个变量的最大值。 比如这里的MaxItemsCraft所抓取的Item的个数。 当然,也可以使用MainValue去取得最小值。 这里的势力为MainPhraseMemoryPercent。 当记录完这些日资信息之后,如果你在最后的时候想查看这些状态信息,也就是说这些状态变量的值可以使用getValue,加上这个变量的名称。 当然也可以通过Ceaders,getCeaders,去获得所有的变量名称以及它的值。 除了这个视力当中所展示的这种StatusCollection的用法,Scriper本身也内置了两个StatusCollectors,也就是说内置了两个状态收集器。 一个是内存的状态收集器。 它可以用来记录你在派取数据的过程中,内存的消耗的大小。 这个特性只有在Link上面才可以使用。 下面的这个内置Collector是它的信息倾倒收集器。 再看第二个模块,SendingEmail,基本使用方法。 要想使用SendingEmail这个模块,首先要引入它。 从Scribe.mail中,去importMailCenter这class。 然后去实力化一个MailCenter。 在这个实力化的过程中,这里使用了一个空的参数,也就是说不使用任何参数去实力化。 当然你可以使用某些参数去实力化它,比如说你的host或者emailaddress。 第二个,你也可以通过MailCenter它的类方法,fromSettings去产生一个MailCenter,就是说MailCenter的一个实力。 此时,它就会从Settings中去读取发送Email相关的一些配置信息。 当你实力化之后,下一步就可以使用这个Mailer去发送你的邮件。 这里的四例,第一个参数True,也就是你要把邮件发送给谁。 这个Subject,邮件的主题,第三个Body,邮件的内容。 第四个CC,也就是你邮件要抄送给的人。 下面对MailCenter这个类进行详细的介绍。 首先,初始化和参数,smtbhost,邮件服务器的IP,邮件发送至哪里,邮件服务器的用户,邮件服务器的密码,还有它的端口。 除了初始化的这些参数,下面看一下它的一些属性。 smtbhost,mailfrom,smtpuser,smtbpass,smtbport,和它的参数中的相应名称的变量意义,基本一字。 下面有两个smtptls和smtbssl。 这个是在访问邮件服务器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安全协议。 它有一个类方法,from申请,它会产生这个类的一个实例。 send的方法,也就是说发送邮件的方法。 send的方法的参数包括以下几个,tool,subject,cc,body,那边这个attaches,也就是说在你发送邮件的过程可以添加附件。 最后一个,m1metemp,也就是你这个邮件内容的一个类型。 当然在发送邮件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通过send.py对发送邮件相关的一些参数进行配置。 比如这里的mailform,mailhost,mailport,mailuser,mailpass,mailtls,mailssl。 今天的主要内容就包括这么多,即status collection的用法,login的用法和send email的用法。 下面对今天所讲的内容做一个总结。 对大家的要求是,第一个,掌握login模块的基本用法,以及在scribe中的使用方法。 第二个,了解状态收集器的基本操作和功能。 第三,学会使用scribe的mail模块发送邮件。 在项目制作中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在这里对作业进行一个介绍。 这次的项目制作是,在上届课项目制作的基础上添加发送邮件的功能。 这个邮件发送的时间为,当spy关闭的时候发送。 邮件的正文需要包含spy的状态信息。 给大家的提示是,你可以在settings.py文件中去配置发送邮件相关的阐属。 要想实现当spy关闭的时候发送邮件, 你需要重写spy的close的方法。 当然这只是实现这种功能的一个方式, 还有其他的很多方式。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第三,因为邮件中要包含spy的状态信息, 所以你需要读取prover这个对象的状态信息, 并把它添加到邮件的正文当中。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